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者自己的原因导致情感匮乏 从而做出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作为男人来说 一定要对这个时期提前做出预防 不然只会后悔莫及 一 夫妻分居两地 异地恋不仅对于情侣来说是一种考验 对于夫妻来说更是一种无声的折磨 夫妻之间因为长期见不到面 缺少彼此的陪伴 在心理上会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伴侣不在身边 彼此之间没有相互制约的束缚 很多一直不坚定的女人会因此而出轨 当自己遇到困难 最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 因为距离的关系 他不能及时地赶到自己身边 无法给予自己任何的支持 任何人对这段感情都会陷入绝望的状态 如果此时有陌生人帮助女人 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将自己对于丈夫的爱 转移到这个男人身上 这是一种爱情的转移 更是一种失望 二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讲 我想世界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多数人的婚姻中 大多都是到了试婚的年龄 随便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彼此之间并没有太深的感情 婚姻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任务 而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早就遗失在时光的深处 因为彼此都没有感情 所以彼此对于对方基本上都是漠不关心的状态 甚至有不少男人会因此而刻意地忽略妻子的感受 妻子长期无法感受到来自于丈夫的关心 自己自然也不会太过地在乎丈夫的感受 其实感情这件事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抱着敌意与伴侣在一起 认为没有对方自己一个人也会过得很好 男人可以在外安心地打拼事业 暂且忘记关于家庭的烦恼 然而女人却不信 她们与其面对一个自己不爱 而且不爱自己的人 苦苦挣扎一生倒不如另寻出路 于是婚爱情成了她们最佳的选择 世界上很难找到一对不吵架的夫妻 因为两个人来自于各自的家庭受到的教育不同 而且也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经历 因为爱情两个人才走到一起 可能在前妻因为爱情的甜蜜 导致两个人暂且忘记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 但是等到两个人结婚之后 每天没日没夜都在一起 夫妻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 夫妻之间本就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仅仅是因为爱情 才许下走完一生的约定 在生活中 难免会产生诸多矛盾以及争论 当两个人刚刚吵完架后 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此时不管对方做什么事情 都会引起自己的反感 如果此时丈夫对妻子 依旧是不理不睬的状态 就会导致矛盾升级 妻子会向外界寻求安慰 四误会不被理解 当一个男人不喜欢待在家里 或者是真的工作在身 或者就是单独的想要去逃离 女人会发生猜疑 女人瞎猜的本事可是一绝 不要不以为然 她总是能把事情向到最糟糕的方向 比如最后 她认为你就是不喜欢她了 厌烦了她 所以才不待在家里 然后就是 你可能外面有人了 出轨了 这结果能不严重吗 当男人的所作所为 不被女人理解的时候 男人还不主动地解释的时候 女人很容易出轨 内心的不平衡 恨意 导致了她想要报复 所以男人在婚姻中 一定要注意女人这个瞎胡猜的本领 做事情就先和她商量好 不要让她瞎猜 很容易出事 结语 作为女人来说 她们是十分感性的 会十分注重自己的第一感受 如果在丈夫这儿 得不到自己需要的安慰 就很容易出现 移情别恋的行为 在这几个时期 是女人最容易出轨的几个时期 男人要提早预防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